哈喽大家好,这里是你的闺蜜小江 又是令人兴奋的开箱环节了 这一期呢,同样开箱一只比较冷门的龟龟 那这个龟龟呢,和那个白色蛇颈一样 都是我在小黄语有一家叫做有时真也的商家那里买的 那就是这个小家伙了 我知道,肯定很多朋友看到这都会说 这不就圆奥嘛,圆奥还算冷门啊 No, no, no,这个龟呢,它不是圆奥 它叫做桃红侧颈龟 它属于侧颈龟亚木,蛇颈龟科,齿元赖颈龟属 虽然它们都是侧颈龟,长得也非常相似 但是圆奥龟呢,它属于是奥龟属 那分辨它们最简单的方式呢,就是看头部 圆奥的头部,眼睛旁边有非常明显的黄色发色带 但是桃红侧颈龟是没有的 圆奥侧颈龟的背甲接近于纯色 但是桃红侧颈龟的背甲有非常明显的点状花纹 圆奥侧颈龟的颈部相对来说比较光滑 但是桃红侧颈龟因为它是赖颈龟 所以说那它的脖子上有一些凸起 桃红呢,还不是一种红 圆奥侧颈龟的这个红体现于一种比较亮的橘红色 而桃红侧颈龟呢,则是一种比较温柔的桃红色 还有一种龟叫做布什赖颈龟 它和桃红侧颈龟的背甲比较像 都有这种点状的图案 但是它们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啊 布什赖颈龟呢,颜色就比较暗淡了 呈现一种土黄色 这三种龟的价格差距也非常非常的大 现在桃红侧颈龟和布什赖颈龟的价格 基本都要在一千块钱以上 但是圆奥侧颈龟现在价格已经跌到四五十块钱了 所以如果你想养一只类似的龟 就从圆奥侧颈龟开始吧 那桃红侧颈龟呢,只是我们国内根据它的特征 给它起的一个中文的名字 那至于桃红侧颈龟到底是什么龟呢 现在说法不太统一 有的说是舒适赖颈龟 有的说是罗适赖颈龟 不过相对于它桃红色的这个特征呢 罗适赖颈龟似乎更合适 因为罗适赖颈龟要比舒适赖颈龟的副甲更红 至于桃红侧颈龟的饲养方式呢 你就可以参考圆奥侧颈龟 基本上呢是一样的 哎,家里的龟太多了 起名字已经起不过来了 就叫它小桃红吧 好了,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们下期再见咯